点击右上角关注,为物流关卡,私信回复进群,全国家有交流群等你加入。 油价最新消息,今日10月29日星期一,距离国内新一轮成品油条价窗口越来越近,截止昨日计价周期已经过去了一半。 在这期间,国际油价下跌利好国内市场,油价预测幅度取得了大幅下跌。 数据写是,截至国内第五个工作日,综合原油品种变化,率为负5.89%,当前油价预测下条约262元每多,条价时间为2018年11月2日24时开启。 就这周五,国内油价将要大幅下跌了,整整过了又一个多月,破八不久,弄得咱们恰有整线提心吊打的。 不过呢,11月2日起,油价下跌预计在0.2元每升左右,92号汽油将要告别八元时代,又望回归到七元。 柴油也在2号注定回归纪元时代,今月呢,油价下条约295元每吨左右,按生计算本次油价预计下跌0.22元每升到0.25元每升。 从2018年下跌幅度看来,跌幅从未超出200元每吨以上。 不容易的是,这次下跌将创年内最大跌幅,今月油价。 不过也在担心,这一次的油价下跌,下一次油价调整,会不会来一个盟涨,简直是让大家提心吊胆的。 之前还有专家预测,用盟涨的油费抵高速费,当时看来觉得不太靠谱,举个例子吧,海南胜永远是全国油价最贵的省份,他也是用面高速费来维持高张刺身的油价,其最终目的是吸引一定的游客,八价其旅游业。 这么看来,在海南这么执行是可行的,但是也不能遍布全中国的旅游业,来提升油价啊,不让咱们甲友活了。 所以专家的这个预测是绝对不可行的,甲友们也不必担心这一点了,近期觉得一直在持续,运费低到离谱,而且柴油连续涨价,严重影响到了咱甲友的生活质量。 甲友们一定要顶住啊,11月2日即将到来,邮家马上就下降咯,互相告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